其實我們有準備一個起始白板 你點不開齁 因為平常我們 請問你們平常上課的時候 老師問你們有沒有問題 你們都怎麼回答 你們都沉默不語對不對 然後老師會說 沒有問題對不對 我們繼續吧 這樣現在老師很難當耶 怎麼辦呢 請你進到這個起始白板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又不好意思舉手 或者我剛好在盡情中 你不好意思發問 你就來這邊 這個是即時的 所以每個人寫的 別人都看得到 你可以用文字的 最簡單 就是說我有問題 然後就把你的問題描述一下 這樣就可以 好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你如果覺得打字 我好像不是很快 你可以用這裡塗鴉的 誒是我知道有些人比較會畫 所以有沒有 有些人會比較會畫東西 這樣也可以 那如果 你覺得他站到你的那個 位置 你可以把它移到旁邊 這樣了解 好 這個是 都是即時的喔 所以你待會兒會看到 有疊得很近來 那各位放心 大家都是匿名的 大家都是匿名的 所以 你不會看到是誰 比如說待會兒會有什麼 大象啊 海豚啊 哈哈 反正你可以問問題 再來 如果你覺得 這兩個我都 沒有辦法表達你的意思 你想要怎麼樣 直接找圖片的 也可以 你就把你的圖 直接複製就好了 比如說我們到 這個 老師的部落格一下 你假設要拿一張圖 你就把它點進去把它複製起來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貼過來 貼到這裡面 把Ctrl加V貼上就好 有沒有過來了 大小自己調整一下就好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如果你待會兒有任何的問題 你都可以在這邊 都可以在這邊去使用 那我會 就有空我就去過來看一下 需要回答就會回答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